今天带大家逛逛我美丽的家乡龙城长洲 它是个文化古城 金河大云河从这里穿过 开放时的红梅公园和天宁寺就在大云河旁边 先带大家逛逛天宁寺吧 天宁寺是长洲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千年古叉 被誉为东南第一丛林 天宁宝塔享有神州第一佛塔的美称 一共有十三层 之所以取名天宁宝塔 是为驻送天下安宁 天宁寺以它悠久的历史 雄伟的建筑 造型别致的佛像 也是长洲的地标性公园 接下来到东坡公园啦 它位于长洲第一园林 红梅公园的东南侧 古运河东曲的咽喉要到 人们为了怀念苏东坡 建造了乙州亭 整个景区是由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 及古运河的半月岛组成 在公园内绕过曲廊 便觉得豁然开朗 接下来呢 带大家一起逛一下金果巷 它是一条见证着 长洲沧桑巨变的古老巷子 一个诞生了无数名流大家的风水宝地 走在巷子里 典型的特有景观 错落有志 粉墙带瓦的乌语 凋梁化洞的门楼 都是龙城长洲 林以为荣的文化遗存 今年呢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 仰望了长洲三杰之一张泰雷烈士 那时的中国 正直面又外患的灾难时期 面对战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 深受家乡优秀文化影响的张泰雷 从小就立下了 作国作名的远大志祥 他是第一个登上 共产国际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 他选择共产主义并用一身去践行 欢迎大家趁着炸鸡来我的家乡 长洲游玩哦